那时穿山甲皮的加工与外销是合法的 初期以日本为主 后来扩大到美国、澳洲 有些业者还曾经受到经济部的奖状鼓励 穿山甲,外形特殊,呆萌可爱 在台湾算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野生动物之一 许多外景节目都会想要拍到穿山甲在森林当中穿梭的踪跡 穿山甲它到底是吃些什么东西 喜欢气息在什么样的环境 现在又面临着哪些关卡呢 太神奇的杰克,穿山甲篇,马上开始 嗨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英雄小木Jack aka太神奇的杰克 我们今天来介绍穿山甲啰 穿山甲它是一种很有趣的动物 在科学上的分类属于动物界、基础动物们 哺乳缸、铃甲型类、铃甲木、真铃甲雅木 穿山甲总科、穿山甲科的物种 中国古代称为铃鱼、铃铃 是穿山甲科的一类哺乳类动物的统称 这种动物它的身体长度大约落在30到100公分之间 而它尾巴的长度非常长 甚至可以超过身体的长度 而且雄性的体型会比雌性稍微大的一些 穿山甲的背部非常吐起 头部的形状比较小而尖 纹部非常细长,没有牙齿 四肢也相对比较短粗 有着非常锐利的钩爪 可以用来挖洞、袍兔 整个穿山甲的身体都布满了像是瓦片一样的角质鳞片 只有腹部没有 当它们感到害怕的时候 会紧紧蜷缩成球状 依靠背部的鳞片来保护自己的腹部 还有啊 穿山甲它的舌头非常细长灵活 上面还带有一点粘液 非常适合用来舔食白蚁 在世界上有许多大型的穿山甲 舌头的长度甚至可以超过40公分 但是直径却只有0.5公分哦 有趣的是 穿山甲它的舌头并不附着在舌骨上 所以说它可以穿过烟布通入胸腔 这就是穿山甲独特的舌头结构 穿山甲生活在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地方 但是它们面临了许多严重的猎杀和生态环境破坏的问题 因此它们的数量大幅的减少 在世界上有些地方的穿山甲 甚至面临了瀕临绝种的危机 根据国际野生贸易调查委员会统计 过去10年内 有100万只穿山甲遭到盗猎 数量已经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为的等级 很多人就会问 为什么穿山甲会被历杀呢 其实穿山甲它是被视为食物和传统的药物 传统中医当中一直以来都认为 穿山甲是一种非常神奇的动物 特别是它们擅长穿过洞穴和开启道路的特性 人们认为穿山甲的鳞片可以帮助产妇通乳 并具有通筋活血的功效 然而 现代的研究却是发现 穿山甲它的鳞片主要的成分其实只是普通的角质 与人类的指甲非常相似 但是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 同时这也是它们最大的威胁之一 对于猎杀和贩卖穿山甲已经成为非法的行为 因此国际上已经出了很多保护穿山甲的相关法律和规定 包括禁止从野外捕猎穿山甲进行商业用途等等 在一些国家和地区 穿山甲已经被列为国家保护动物 不允许猎杀、贩售或出口 违反的人将会面对严重的处罚 例如在中国大陆 中华穿山甲是属于一级保护动物 违反相关法律的人可能面临监禁等等严厉的惩罚 更糟糕的是 为了让穿山甲看起来更有迈向 有些偷獵者经常会为穿山甲注射各种镇定剂 兴奋剂和重金属等污染物质 这些污染物质对于鉴食穿山甲的人们 它的肾脏肝脏功能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 甚至会对人体造成严重损伤 不只是影响穿山甲野外的伤害 更是对于所谓的野味使用者来说是一大危机 不过你知道台湾的穿山甲 其实跟其他国家的穿山甲有些不一样的地方吗 在台湾的穿山甲是属于穿山甲属的中华穿山甲 而台湾的牙种是属于台湾穿山甲 台湾的穿山甲分类上属于中华穿山甲分支 为台湾的特有牙种 又称为台湾林里 根据新闻媒体报道 台湾的穿山甲早期在皮革产业相当发达的时候 遭受到大量的屠杀 一年当中就捕杀了将近六万只的个体 皮革厂常常收购带着鳞片的穿山甲皮之后 会先浸泡药水 让鳞片脱落 再将鳞片卖掉中药行 剩下的皮则做成各式各样的产品 有破损的皮革或者是尾部 也会把它制作成皮带皮甲 全球最大宗的消费地区 伪中国大陆及越南 穿山甲它的甲壳抹碎之后制成线箱 鳞片制成服饰等等装饰物 这也是穿山甲它的生存议题相当重要的困境 前农委会林业实验所副所长 赵荣台在1989年出版的文章当中指出 他说那时穿山甲皮的加工与外销是合法的 初期以日本为主 后来扩大到美国澳洲 有些业者还曾经受到经济部的奖状鼓励 也是人们回忆起穿山甲的生态时 觉得相当无奈的事 台湾人的穿山甲前爪一样超级有力的哦 很适合爬树 有些人形容穿山甲跟一只猫的体型差不多 长得小头锐面 活得像放大版有鳞片的老鼠 台湾中高海拔山区都有可能会看到穿山甲的重机 但是后脚因为爪子比较小 所以不太适合抓住树干 不过他们超级聪明 他们会用尾巴代替后脚 用尾巴的鳞片插入树干 这样子就比较不容易滑落了 而且他们身体还可以以螺旋的方式向上攀爬 在树子上还能够倒挂 向下的时候以头下脚上的方式倒退爬行 台湾最爱吃的东西是橘尾蚁和白蚁 他们会用前爪挖开蚁巢让蚂蚁逃出来 然后再用长长的舌头舔时 更神奇的地方是 他们的舌头上有黏黏的唾液 可以粘住食物在送进口中 如果遇到危险时 台湾的穿山甲还会卷缩成球状 这样掠食者就无法下手了 所以这可以说是一个超级厉害的防御技巧哦 你知道台湾的穿山甲最可怕的天敌不只有人类吗 喜欢救助在洞口穿山甲 他也喜欢把地洞当作自己家 然而在地洞外面觅食的时候 最害怕遇到流浪狗 流浪狗可能会去猎杀穿山甲 从洞穴跑出来之后 有可能会跟石虎一样面临着陆沙的处境 穿山甲的保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除了人们使用穿山甲的疯狂行动之外 加上流浪猫狗与陆沙的危机 都让穿山甲的生态雪上加霜 专业的人工饲养与照顾也很不容易 可能因为吃太精致的食物 而亦有消化溃疡出血症状 台湾穿山甲因为对自然生态系统依赖极大 而难以适应人类圈养环境 幸运的是 台湾对于穿山甲的富裕相当看重 根据平东科技大学的研究 台湾穿山甲野外的族群密度 可能会是全世界最高的 平东科技大学 它也是台湾穿山甲研究与保育最重要的基地之一 台湾市地动物园对于穿山甲的富裕与照顾更是重视 台湾市地动物园的网站资料显示 2018年为止 动物园以繁殖14只个体 并且以人工补育的方式 成功养育两只右手 此外 也长期自律于穿山甲的展场设计规划 以及保育教育推广工作 它很希望可以唤起民众对于这个物种的重视 以及保育行动 不仅限于国内 近年来动物园也积极地寻求国际合作与经验交流 建立穿山甲保育研究工作网络 另外 旧山工作持续进行 透过此系列的延续新计划 收集更完整的资料 提供未来保育政策执行 今天我们就用影片简单的讲解 关于穿山甲的科普介绍 保护穿山甲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希望我们可以共同努力 让这些可爱的动物都能够在自己的棋息地上健康成长 如果大家对于穿山甲有任何想要补充的内容 都非常欢迎各位在底下留言让我知道哦 我是Jack 那我们就下次见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